我们不是前几天才来了鹏镇吗 又约我来这里干嘛 这一次去的可不一样 因为你想 你每次来 是不是都在这两条路上 好像是 那你是不是感受的 都是差不多的这种普镇的文化 对 那今天我们就要体验一下 鹏镇当地的居民 他们的这场生活呢 对啊 据我所了解 这个鹏镇其实是一个不小的镇 有很多人呢 他们是世代生活在这里的 那他们的生活 会是什么样呢 也还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呢 走吧 别人都说成都人生活闲适 我觉得到了这里才觉得 哇 成都城市的人生活 节奏好快啊 这才是真正的慢节奏 有这么一个小院 种点花 羊羊狗 太幸福了 向往的生活 好关啊 你看那边卖猪肉的 这种卖猪肉很少见了吧 那就这样挂着 嗯 不 你用 这种卖猪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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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非常好吃 我试一下 摄像小哥告诉我们 一定要吃出声音才有感觉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种声音 是不是很有感觉呢 要说出来 我以为是那种嫩豆腐 就是豆腐皮是吧 对对对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上面其实挂了很多的这种汤汁在上面 就是一个勾芡 这个勾芡是一绝 所以呢就是 正因为有了这个勾芡 让它所有的味道全部都混在这个豆腐里 就像是一绝对的 它就像是一绝对的 就是一个勾芡 这个勾芡 就是一个勾芡 的一绝对 就是一个勾芡 的一绝对 就是一个勾芡 的一绝对 就是一个勾芡 就是一个勾芡 的一绝对 就是一个勾芡 的一绝对 就是一个勾芡 的一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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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绝对 的一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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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绝对 你很想要 因为这道菜一个原材料不好卖 第二个就是工具还是比较复杂 因为它要一刀一刀填出来 那如果是到店的话 它这个好的时间就比较多 可能买入有时候就挣不进 来来来 我自己端过去就行了 谢谢 不用谢 来来来 腰片来了 大刀腰片 这个看起来才下饭 可是我汤都喝饱了 很甜腰片 对 然后下面还有配菜 我还以为那么大一份腰片呢 就可上面都是菜 小姐 吃了还差一点 太微想来吃腰片了 好好吃啊 这红油太香了 好嫩 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 当然因为它这个味道 本来还是属于比较重口味的味道 就是红油味啊 蒜泥味啊 所以呢 吃起来就完全感觉不到腥味了 超好吃 太推荐了 这道菜 我觉得它是这三个里面最好吃的 我也觉得 你看 其实在这种老店里面 我们也能感受到 这个镇上啊 真的是一个新旧融合的一个古镇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有看到有住了很久的原住民 也有后来从城市移到这里来住的 年轻人 然后你看这种老店里面 二十年的老店 它有老的传统菜 也有从外地引进过来的一些新鲜的菜式 对吧 心满意足 吃饱了吧 看来今天挖掘到的这家宝店还可以哦 不错不错 按照你这个逻辑 那整个棚镇可以挖掘的小店应该还有很多哦 哎呀 行 我下次带把橱头 我带我挖一下 这块宝剂 好好地深挖一下